我要這樣講 柯文哲釋出那一段影片 他還是在攻擊司法 說司法什麼的 對啊 是政治工具啊 如果照他這樣義憤填膺的同一邏輯 第一段也是這樣講 他說積壓進見之裁定 認識用法多有違誤 意思是說你把我積壓在裡面 那個裁定有問題 違法 那違法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法定程序就是提起抗告 由高院來審查 就下一句話是說我不抗告 這個是荒謬的嘛 你自我矛盾嘛 你前面在講違法 你影片也在講說法院的 積壓裁定違法 然後你在聲明的第一段也講說 積壓的裁定認識用法有所違誤 後面是不抗告 對 自我矛盾 違法就應該依照法定的 前面把你罵一罵罵一罵罵一罵 後面說好啦 尊重你 對 照法定程序去請求究竟 第二段的矛盾在什麼 他說啊 我不願意啊 讓法院有所為難 講一套 那實際上是哪一套呢 這段期間以來 民眾黨從上到下 巴西立委 全部都在攻擊司法 你是不想給法院為難 結果你都在攻擊司法 結果連克文哲的妹妹都跑到看守所 外面靜坐 對 那全部 這是不讓法院為難嗎 不是嘛 講一套做一套 為什麼要兩大矛盾呢 很簡單 因為他其實已經經過精算 這個案子裡面 金華城弊案 現階段有五個人 五個共犯在押嘛 一個是誰 沈慶晶 映小薇 映小薇的助理吳順明 跟彭震生 他自己的副市長 這四個人都提起刊告了 高院的見解是什麼 你們這些人就涉嫌重大 全部都給他駁回 積壓確定 柯文哲有看到 這段期間 他一直都 你看 如果他第一時間被壓的時候 他就 律師就出來講說 柯文哲在被積壓庭上面 已經表明我們不抗告 那就一致 那這段期間他在看什麼 看其他人有沒有方案的可能 另外四個 全部都說你們涉嫌重大 你同案的被告也好 你同案的共犯也好 金華城弊案 其他的你的副市長繼續壓 而且他抗告被撥回 這個案子 柯文哲可以說是 就算提起抗告 甚至算渺茫 那與其提起 再去被高院打臉一次 那我不如就講得 好像大義凜然 我不讓法官 法院為難 這個講法 在法律界一看就知道 你就知道你看告不會贏 所以你才講出這樣 好像你很很坦蕩 先把格局拖給他高 我不給法院為難 你不給法院為難 你全黨上下在攻擊司法攻擊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講一套 做一套 另外一個是什麼 接下來我看今天下午 有一個新聞說 已經開始要去提訓 那個沈慶晶 沈慶晶 我們獨家畫面也先上一下 這個律師你也稍微看一下 今天大家都說 沈慶晶其實在進去前 還有那個大老闆的氣魄 結果今天沈慶晶 截至到目前 他已經是壓的地 第十天又十個小時了 沈慶晶剛剛獨家 被我們所拍到這個畫面 沈慶晶已經坐在輪椅上面 一路被推到這邊 整個檢方要繼續來問他 好了我們切回來問一下律師 律師你看 沈慶晶被人家說會是一個大關鍵 會是一個大破口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行賄的話 錢在他那邊 你看到沈慶晶進去之前 還是這樣子 非常的歐意氣風發 大老闆的樣子 結果我們對比再開一個框 沈慶晶現在坐在輪椅上面 包括去看過一次醫生了 聽說 檢方現在要完全的來突破他 讓整個案情有一個突破 律師怎麼看 他確實是突破的關鍵點在於說 因為行賄者 叫沈慶晶的老闆 企業老闆 他們行賄的行賄罪 在貪污制罪條例是比較輕的 相對於收賄罪 最重無期徒刑 公務員收賄 收他的好處是最重無期徒刑 那行賄者叫沈慶晶的目前違背 職務行賄罪 他只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換句話說 他是有很大的財量空間 是我只要轉做污點證人 我有機會馬上 你看他這樣子推進去 馬上就交保 馬上就出去 那後面的刑度怎麼樣 我只要判在兩年以下 因為他自白犯罪了 供署了全案事實 經檢察官同意 轉做污點證人的話 可以判緩刑 之前的收購案 那個立體貪圖案 李恆榮一開始被壓進去 也是都都都說 那個是什麼借貸等等 壓一段時間之後 企業老闆其實在外面生活 生活比較好 所以進去之後 裡面又高溫 你看他前面 意氣風發 你在那邊印象 他原本這樣子 他原本進去前 還穿一個大西裝 然後哇 這樣就是一個大老闆的樣子 然後微笑 跟記者說 那個我們進去跟檢察官說明 結果進去沒幾天 就被在醫院急診被拍到 全身顫抖 我們辦案 很常遇到這種情況 在外面呼風喚雨 然後一進去之後 每一兩天 整個人都不一樣 瘦了一圈 身心煎熬 煎熬 那在裡面其實是煎熬 那這個當然是 羈押的用意 其實不是讓他煎熬 其他的用意在於說 避免他串政滅政逃亡 但是在法律上面 雖然有這些原因 實際上大老闆 在外面生活比較好 進去之後 有時候痛苦一點的時候 他們就會轉 那我說為什麼轉 做污點證人 你看李恆榮 那個例子是說 他馬上一轉 做污點證人 馬上交保 當然同案那些 被指控說 行賄的 收賄的那些立委 全部重判 判七年到十年不等 但是李恆榮 就跟監獄說拜拜了 為什麼 他判緩刑 他轉污點證人之後 馬上交保 然後現在判緩刑 因為他願意把該吐的 都吐出來了 對 所以今天審慶金 我想他被提訓 有一個大家最近 這段期間一直在討論的 那一個所謂的USB 裡面有一個記載審慶金 一千五百 對一千五百 有沒有那個萬字 我看那個爆料的媒體說 是有萬被刪掉 那到底有沒有萬呢 一千五百代表什麼意思呢 應該是說有人講說他可以抗便是時間 檢察官初步的這個勘驗的過程 一定是看這一個檔案的前後 如果全部都是記載成行程 大家不會講他這個有問題 如果前後都是金額 就只有這邊你跟我說是時間 他就會前後不一的問題 所以他是整個來看 辦案上面有兩個技巧 一個技巧是說 我就去比對金流 有沒有他在這段期間 因為他什麼時候收到這個一千五 那個時間點是他金華城 拿到建造後的兩週 時間那麼密接 所以高院的裁定才會寫說 高院裁定當時發回 把這個無保撤銷的理由 就是說我看了被告扣案的 這個資料上面的記載 那可能就跟這個一千五是有關的 高院雖然沒有明寫 但是在這裡面 這個一千五 他到底是金流如何 金流他其實現階段查 如果說從陳佩琪上面 媒體現在的報導是幾百萬 跟一千五是兜不起來的 那一千五如果兜不起來 他們要下一步去查 你看臺北地檢署 今天有說有一個北檢的陳檢察官加入 這個加入他是 他是過去是查金流的高手 他突破了一個虛擬貨幣的案子 連國內的大事務所的所長都被收押了 所以他是辦到國內法界 其實大家說哇 這個是很高手的 那他過去是法律雙組修經濟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他直接加入這一組去查 會進一步可能會去查 除了國內金流之外 有沒有海外資產 有沒有虛擬貨幣 這個東西一千五能不能形成對價性 跟貪污制罪條例裡面 他不是只有圖利罪是五年以上 低消是圖利罪 如果找到有這個違背之物 然後收受賄賂 他是最重無期徒刑的犯罪 所以他會上升 要找金流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麼 今天提訓這一個審慶金 也許就是一個突破的方式 一個仗策上面 如果找不到金流 有可能透過行賄者的供訴 他的證數去鞏固這一段 到底有沒有因為你要通過金華城 而送給任何人的好處 任何的不正利益 這個一千五是什麼樣的代表的意思 是什麼美金呢 台幣呢 還是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審慶金在裡面 他可以把我要這樣講 他證人保護法的規定是這樣 你要先取得檢察官的同意 你今天所做的這個證數 是對全案的突破有價值 如果我對突破無價值 就是已經在現有的證據裡面 檢察官不會同意讓你轉五點證人 他一定是說 我今天要 我現在要講的 是未來可以拿出來做佐證 包括金流 包括對價性 我可以拿來做佐證 提供檢察官在這邊做破案 非常關鍵的 檢察官才會同意你說 好那你轉五點 以後才可以獲得減免刑者 檢察官如果同意之後 他當然很有可能很快就交保 交保完之後 後面有機會就爭取緩刑 所以他不會再進去監獄 另外一個其實是彭震昇 彭震昇他其實因為 你看到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這個陳佩琪還在邏輯上 還在推全部都推給彭震昇 彭震昇等於是告訴彭震昇 如果你自己扛下去 你就是這麼重 那你當然有個可能性 轉五點證人 好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 上一部 大好 可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冰桃給我七點半 怎麼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激怒版等你一起來